如今的中国军事发展日新月异 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折服之后 中国军事工业迎来了大发展 尤其是造船工业更是以跨越式的速度在前进 在20年前 国海军的主力装备是啥 037列潜艇 053护卫舰 051驱逐舰 最强的也仅是苏联解体后 从俄罗斯引进的不太现代的 现代级驱逐舰 当时的人民海军压根只能是 黄水海军 远洋能力几乎没有 那个时候的我们何曾想过 仅仅过了20年 航母有了 神盾舰有了 万吨大驱有了 在完成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赶超后 我国已经开始将目光瞄准在 新概念武器的研发之上 而电磁炮就是我军目前重点功课的项目 相对目前各国海军舰艇上装备的 大口径火炮 电磁炮的威力有了数十倍的提高 受限于火药技术的限制 现有舰载火炮射程最多的 只有几十公里 并且速度相对较缓 而电磁炮不同 其射程最高可超过200公里 速度更是能达到惊人的200公里 甚至具备拦截导弹的能力 并且相对传统火炮或钥匙弹药 电磁炮的炮弹只是特制金属块 发射的时候基本不会产生任何污染 并且弹药的制作成本更低 不过电磁炮优点虽多 电磁炮小型化以及电磁炮电力供应 都是制约电磁炮上届实用的大难题 现阶段能够完成电磁炮小型化 并成功上届的只有中国 在今年早些时候 网上就由我国072型坦克登陆舰 搭载电磁炮的图片流出 而即使强如美国俄罗斯 其电磁炮也依然停留在实验室中 而近期又有一个好消息传来 我国中船重工704研究所传来一个好消息 我国新一代舰用20兆瓦级气轮机发电机组 成功通过验证 它的出现使我国舰艇发电能力提高数倍 为后续我国电磁炮电磁弹射上舰提供了坚实保障 实际上在我国电磁炮完成上舰试验后 目前电力供应就成为 揽在我国电磁炮正式服役前面的最后关卡 目前以我军军舰现有的发电能力来说 根本无法满足电磁炮连续发射的需要 在发射一枚炮弹后 甚至要花上很长一段时间等待充能 这样的电磁炮显然不具备实战意义 而20兆瓦气轮机发电机组的出现 将一举解决这个大难题 一旦改进行055A驱逐舰 安上这种发电机组 那么其整舰的发电能力 相对现有055提高4倍 要知道 美国原本计划加装两门电磁炮的DDJ-1000驱逐舰 其整舰发电能力也仅有18兆瓦 因此055将完全具备搭载电磁炮的能力 而20兆瓦及气轮发电机组的出现 也预示着我国新型电磁炮板055A 可能很快就将与我们见面